一连圣为尤南的事做部署,他认为现在要做两件事,一是主动防御李成年趁人之危,二是主动出击,在尤南全面搜索一连凯夫妻的下落。 另一面,一连凯带着秦桑在尤南东躲西逃,因全城封锁,两人只能躲进一座破旧的寺庙。 一连凯玩笑说,有秦桑陪在身边,就算被抓也没有遗憾。 发言云得知一连圣要轻抚雍南十分担心,他叮嘱一连圣要把一连凯夫妻救回来,一连圣领兵准备出发雍南。 舅舅交代一连圣此去雍南,一定要把握好时机,现在正是帝王家夺敌之争的关键。 一连圣直言,自己此番最重要的目的是救回一连凯夫妻。 秦桑通过窗户看见天空中的风筝,知道这是立望平发给自己的信号,于是偷偷跑出破庙想去找立望平,但街上四处都是天盟会的人。 正当他被发现,慌忙逃跑之时,一连凯及时赶来。 二人逃跑时,一连凯为保护秦桑手臂不幸中了一枪,两人回寺庙,秦桑十分自责。 他没想到那是个圈套,会害一连凯受伤,也许是到了绝境,一连凯再也不想隐瞒自己的心意。 他爱秦桑,只是一直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表达,所以只好假装冷漠。 秦桑被一连凯的真心打动,他气不成声,第一次主动吻了一连凯。 刺客身处,哭灯破庙,窗外月狼星熙,两人生死逃亡,两人坦诚不公。 互诉情义,情浓四九,第一次缠绵,争处在甜蜜之时,门外传来天盟会搜索的声音。 潘建池率队到了破庙外,暑假问潘建池要不要近四庙搜,潘建池考虑了下最终选择离开了。 他们离开后,一连凯决心不能坐以待毙,他带着秦桑准备逃跑,却发现外面都是天盟会的人,他决定自己引开他们,还交代秦桑,如果有危险记得去找闽红玉。 到街上,一连凯撑一伙人,松范时,开走他们的车一路狂搬,却被天盟会的人咬住不放,最终只能将车开到河中去。 叶继培认为一连凯这回多半是回不来了,作为一个父亲,此时此刻最担心的不是儿子的安危,而是自己的江山,他觉得很可悲。 富荣才向李重年汇报,优南被天盟会占领,他们的首领叫梁兴北,只是没有人知道此人是什么底细和来历。 他提议可以让闽红玉出马,请摩清梁兴北的底细。 秦桑一路躲躲藏藏来到闽宅,推开大门就晕倒在地,随后梦见一连凯开车,冲进河中惊醒过来。 听见门外传来音乐声,打开门看见正在跳舞的敏红玉,秦桑很担心一连凯安危,请敏红玉帮忙。 敏红玉反而让秦桑接近逼走老赵远的天盟会的领袖梁兴北。